今天我们再继续聊一个作物补钙的问题 因为钙毕竟是中量元素 也就是仅次于大量元素的一个使用量 有很多中置户这几年已经明白了 补充钙元素对提升产量和品质的重要性了 前两天来一个中置户来过这参观了 然后就聊到这个钙肥的使用 他会说我现在使用的钙肥都是顶级的 顶级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把人用的那个钙直接用到作物上去了 达到一个顶级的一个水平 我们都知道这个人用这个钙啊 卖的非常高 一平常都卖到一百多 实际上你拿这个钱的买 如果买我们买糖醇钙也好 或者买这个熬喝钙也好 你会买鸡瓶 那么人用这个钙能不能用到我们这个作物上面去了 尽可能不用 原因很简单了 因为人用这个钙 人补充这个钙呢 它的成分呢是碳酸钙 而我们常用的钙呢 成分呢一般是硝酸钙或者是氢氧化钙 这两个成分 为什么这几个成分就是人用的不能用到作物上呢 因为碳酸钙啊 在人服用以后 人身上有很多煤啊 是吧 有一定的温度啊 它可以进行分解 但是作物的分解方式又和人体的分解方式就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碳酸钙被作物能不能分解掉以后再被作物吸收 这个真不好说 所以对于我们种植物来说 在补充钙肥的时候 建议啊 熬合钙 汤双钙 那个硝酸钙 几肥 过磷酸钙 钙米淋肥 这些钙都可以用的 尽可能不要去使用人用的 花钱 多了 但我再不说 关键是用了以后 有没有效果 这个是最关键的问题